站上五環殿堂 奋力一拼 不留遺憾 台湾举重精灵方婉玲 参加巴黎奥运 女子举重49公斤级赛事 以抓举86公斤 停举107公斤 总和193公斤 拿下第六名成绩 并且在抓举跟总和这两项 打破了全国记录 方婉玲在上一届 东京奥运拿下第四名 虽然先前她因为受伤 一度被打击到想要放弃举重 但是她克服了这一切 在今年四月的世锦赛 成功取得了奥运资格 而且在带伤的状况之下 仍然突破自我 方婉玲透露 在这一次的奥运比赛之前 曾经跟妈妈约定 希望六次试举都可以成功 尽管没能达成 但是她鼓励自己 要保持现在的状态 期待两年之后的 名古屋亚运能够站上颁奖台 证明自己真的做得到 TVBS新闻展望团队 在法国巴黎才很高等 一定可以的 TVBS大运动家 运动民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